不完全是学的欧洲 而是学的罗马 有词都能来的 你看看建国的国父们 美国的国父们 联邦党人文集那里面一些讨论 其实就是按照罗马的模式来做的 我们今天要理解西方 理解美国 我们要从罗马讲起 但是我们要理解中国 咱们现在讲中国是现代化 那要从秦汉讲起 至少从秦汉讲起 这个秦朝大与统 汉武帝拔出百家独尊如树 构建礼法和制 得主神巡抚 霸王的杂志 这么一个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结构 构建了中国两千年 封建社会的基本格局 一直影响到今天 就是这样 下面 你看这是 汉代和罗马 汉代在东边 罗马在西边 你发现没有 中间就是南亚西亚北非 那时候美国还不知道在哪呢 所以这是当时的欧亚大陆加北非 也就是咱们是不太相关的两个文明体 大家明白吗 各走各地路 大河文明 中国 海洋文明 希腊罗马 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大致同时兴起 其统治人口大致相不多 顶身是罗马帝国大概四千五百万人口 这是研究者 这个估计的数据 所以顶身时期就是公元二世纪的时候 大概公元一百一十七年 版图最大的时候 那公元二年 汉王朝 西汉末年 进行的是全国的第一次的人口统计 这个人口统计是很早的 我们知道西方英国有个叫末日审判书 那是1066年 威廉征服英国的时候 他随后做的人口土地调查 但是我们这个比他早一千年了 那英国才多大呢 英国在世界上的土地面积 占百分之零点一八 土地面积 百分之零点一八 汉帝国大概有将近六千万人口 六千万人口 这个是具体的数字 就是五千七百六十七万这样子 领地面积 领土面积如果可以称领土的话 也差不多四百万平方公里的样子 这个可能这个 罗马还小一点 不同的是 一个在陆日海洋 一个在 这个 这个这个 河流交错的这个平原上 是吧 军队也是这样 那罗马的军队厉害 那秦汉的军队也厉害 对吧 这个罗马的军队呢 这个装备 这个是保护自己为主 秦汉的军队也很厉害 对吧 也是这个 在在东亚的时候也是打遍天下 无敌手嘛 这后匈奴都不赶跑了 赶跑赶到到欧洲去了 然后就把欧洲给搅和了 罗马帝国灭亡 给匈奴西迁有关系 匈奴西迁挤了 这个日曼人 日曼人在即 没地方去了 就是到罗马境内去 就把冲垮了 所以你看看 世界古典文明的 欧亚大陆叫北非 你看 南亚的印度 西亚 北非 那还有欧洲 对吧 你看他们都是相连的 印度和欧洲 他们都是印欧人 印欧人 而且呢 他们宗教啊 印第教 佛教 伊斯兰教 这个基督教 犹太教 都有相通的思想结构 语言呢 都叫印欧语系 从公元前二百 二十千年开始 到公元前五百年 就是一千多年 一千五百年这样子 印欧人的民族大迁徙 才导致了 这个西边这些 主要国家的形成 南亚 南欧 西欧 西欧 北欧 日曼人 开尔特人 其实都是印欧人的迁徙 塑造的 这些文明 那除了这个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是非洲来的 那么这个里面呢 你看 中国是跟他们 是有地理上的区隔的 这个地理上的区隔 就靠一带一路联系起来 可一带一路 说实话 那影响是太小了 那个交流的 那个渠道太窄了 所以呢 中国文明呢 是在一个独特的空间环境里 发展起来的 因此中国跟欧洲 是构成真的 人类文明的两极 这个各有长 各有短 这个就是 就是不是一类的人 你看 他们是 都是印欧人 印欧语言 印欧不一样 但人种是一样 希特勒去讲 我们德国人跟印度的高层 都是一个民族的 都是亚利安人的 其实他当然 他这表达要错误 所以中国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从周星汉唐一来 这个 在一个独立发展 这个 里生长 当然有交流 肯定是有的 对吧 汉唐时期的 东亚和南亚的文明的交流 对吧 明起来呢 我们跟西方的交流 这个到今天呢 还一直在进行过程当中 是不是 你看我们跟南亚的交流呢 印度没有佛教 中国的佛教 在东亚地区 发展 是一方文明 也就是他不敢跟你竞争了 他说我要 利用现在优势给你拦住 不让流了 这其实 这其实是违背 一直标榜了西方的精神的 这是一个转折点 这是中西 在整个世界上各自发展 这个转折点 不应该是这样的 你知道啊 美国参议会会用690 490对林票通过对华的制裁决议 这个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少的 珍珠港事件都没出现过 这不是强大表现 这是也就是说 当我们各自发展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今天也要讲讲 秦汉时代 罗马跟中国 到底谁强谁弱 哪个地方强 哪个地方弱 这个结构是怎么产生的 它怎么影响后来的发展 我们今天 怎么影响我们今天 大概在这几个方向 给他讲讲 罗马文明也讲起来 有2000年 2000年 你看怎么讲呢 王政时代 公益前753年 春秋时期 这个我们的春秋时期 到公益前509年 春秋末期 那509年 孔子还活着呢 那时孔子正好 就是40岁出头的样子 这个共和国时期呢 罗马共和国时期 就春秋末期 到你看 到公益前27年 那是西汉末年 西汉末年 那么到第三个 那是帝国时期 尽管他没有名标帝国 但是他政治结构 已经是帝国形式了 公益前27年 奥克斯都 乌大威执政 到公益前476年 他灭亡 被奥斯曼帝国灭亡 这个君子坦人保 被改成 这个 被改成 伊斯坦布尔 那么到 但是呢 这时候啊 这个 不是对不对 那是罗马帝国灭亡 西罗马 东罗马呢 1453年 君子坦人保 被改成 伊斯坦布尔 也就是东罗马帝国 还存在了一千年 西罗马帝国呢 如果是从他这个 共和国时期算起啊 也有一千年 那就是两千年 对吧 然后呢 他的那个 这个王阵时代 大概150年 不到200年的样子 那如果全部算起来 从春秋时期 到明宪宗时期 当然我们一般 在今天跟他讲的时候 不讲拜日廷了 咱去讲西罗马帝国灭亡 拜日廷后来 他走向另外的路了 那前面那个 到公益后476年 是什么时代呢 中国的南北朝时期 北朝 冯太后 跟孝文帝改革时期 是那个时期 北方呢 是托巴族 托巴族时期 南方呢 正好是齐梁的时候 南朝齐 南朝梁的时代 就是这个 那么我们下面讲一讲 你看 这是最盛世纪 罗马帝国 那上面布里甸 你看 那这是地中海 你看 非洲 西亚 还包括地中海的东部 你看 这是 这个地方是黑海 这个地方黑海 这就是凯里米亚 这是凯里米亚 这是 这是 巴尔干半岛 这是 亚别林半岛 这是 这是伊比利亚半岛 这个有三个半岛 就是地中海 这就是凯里米亚 这是雷芳特地区 在这 雷芳特地区 好 你看看 罗马的影响 这是 罗马的国 国徽 可以讲 他的国徽 不像我们国徽的意义 他的徽章 这是德国的 连帮德国的 你看 连帮德国 他过去德国 神圣罗马帝国 你看 这是 罗马 你看 这是俄罗斯 为什么呢 后来 东罗马灭亡以后 他这个公主 嫁给了一万三世 一万三世就是凯撒 凯撒的俄语翻译 就是撒黄 他就成为第三罗马 第一罗马 意大利 第二罗马 君子坦的宝 今天第三罗 莫斯科 东正教都能去了 所以这个今天 你看看 这个历史的影响 一直到今天 你看 这个三世纪 罗马 从一个小地方 城市 征服了 意大利半岛 然后呢 公元前二世纪 他就开始 称霸地中海了 为什么呢 公元前264年 到公元前146年 他三次不离战争 把北非 加太基 这个地方 加太基 拿掉 然后呢 同时 他把马其顿 等等也灭掉 这是公元前二世纪 是共和国时期 共和国时期 他就 都已经地中海了 那么到公元时期 这是他的地方 公元国时期 你看这时候 布里迪安还没有进他的范围 布里迪安还要过很多 要到公元后 公元后四五十年 他才进他的范围 你看这是罗马帝国的疆域 布里迪安进来了 这个疆域就是苏格兰 跟英格兰的疆域 这里有长征 你看这是一直到这儿 这是罗马帝国 他这个范围呢 也跟秦汉差不多 所以你看他这个疆域 他的统治方式很难像中国这样 你到哪儿哪儿去 可能在坐船 然后呢 你这个民族众多 不像我们中国啊 单一民族啊 现在汉族是世界上 最大的单一民族 对吧 那到395年就分裂了 什么叫分裂呢 东边有皇帝 西边有皇帝 奥古斯多和凯撒 这个东边的君子坦丁堡 西边呢在拉文娜 拉文娜 这个离米兰不远 但是拉文娜 已经不在罗马了 你看这就是汉朝时候 或者这个欧亚大陆和北非的这么一个形式图 东边中国 西边罗马 中间有这些啊 这叫印度之南半岛嘛 是吧 这是南亚嘛 印度那边嘛 那是东南亚 这是南亚啊 然后呢 你看这是波斯湾 这是红海 对吧 你看这波提亚呢 那就是啊 我中国历史叫安西 其实是波斯国家嘛 贵双呢 那是大陆之日建立的 张千通西域就是建他 建那个大陆之日 他建立的就是啊 统治的包括印度北部的地方啊 所以真正的能够在世界上啊 比较 那个时候比较啊 有影响力的 时代比较久远的啊 不是中间这个 而是东边和西边的 刚才罗马的千年 我们这个汉朝也是好几百年 对吧 他那千年 你钱的时间很短 很小 那如果能够算的话 那必须把秦 秦公元前七百七十一年 秦建国都算起来 公元前七百七年 秦建国算起来 你到 到到到到 到曹丕称称称帝的话 那都也上千年了啊 所以就是他那个水分变大啊 前面就是罗马城那小块啊 蛮族日清 从君子上 一个蛮族武藏罗马人的 武力上衰落了 基督教 基督教 侵蚀了希腊罗马四次精神 或者在经上罗马人的血性丧失 基督教啊 这个讲基督教竟然罗马的精神丧失啊 也就是说 但是那个时候呢 中国也有蛮族日清 五湖乱华嘛 中国也外来宗教 佛教入华嘛 但是呢 五湖乱华 最后在北魏融合成 最后一个随唐帝国啊 可蛮族日清呢 罗马崩盘呢 欧洲大分裂 从此欧洲再也没统一过 今天的西欧盟不是不想统一 他没法统一 他做不到 他不是不想 他做不到 历史上谁 因为武力也没人搞成过 和中国的历史上呢 你看 五湖乱华后 构建了隋唐帝国 他乱后 崩盘 欧洲再也没有 以后逐渐逐渐 又经过很长时间 再形成民族国家 德国 法国 英国 等等等等 基督教呢 侵蚀了罗马的精神 基督教成为西方的统一的宗教 可是佛教呢 在入华呢 他没完全取代中国的文化 为啥呢 因为这个时候 中国的文化已经更是叶茂了 你看 因为他跟中国的文化 佛教文化跟中国的文化 他有一些互补性 对吧 就是有精华和吸食 但是他不是坏事儿 你看 信佛的国家跟咱不一样 信佛的国家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穷 一个是开心 加起来就叫穷开心 你看 那中国人不愿意开心 但是不愿意穷 所以你佛教来可以 但是你帮帮个忙 发财呀 生孩子呀 观音菩萨都可以 所以这个佛教呢 在中国 他从思想上 弥补了中国思想上的一些不足 比如说 中国人对来世观念 过去很大谋的 诸子百家对来世观念很大谋 为之生 焉之死 人死原始万始后 佛教帮助我们这个方面 有所不义 就是人的信仰的世界 再一个抽象的这个观念 对吧 佛教在讲的这个空啊 无啊 这些东西啊 他会对宋明礼学有所不义 所以朱熹 尤其王源民 都从中得到 这个一些启发 所以宋明礼学 从中得到提升 蛮族 蛮族 你看 你看 凶的人 从中国呢 中断的赶走了 跑这来了 然后把各泰人 东各泰人 汪大人 西各泰人 对吧 这个都都都赶到这儿 然后他们就日漫大迁徙 然后去 这些箭头都是他迁徙的方向 然后就 就把他干掉了 所以这个匈奴人呢 在东边打不过 跑到西门来欺负别人 这个阿提拉 当时匈奴的这个首领 叫阿提拉 说上帝之鞭 西方人说是上帝之鞭 这个他到哪儿呢 他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所向无敌 后来他 他好像他 公元四世纪中期的时候 大概三百五 七十五年 还有三百五十年 那他突然就死了 让匈奴人去挖起来 但是这时候已经把蛮族啊 这个已经 已经 就是日漫人 日漫人本来在北 欧着北部 然后就 这个这个大规模的 当然他也不是 有点凶的人 不过凶的人是 更把他挤过来了 挤过来了 当时罗马地瓜 有点吃不住了 说我到你那边 借个地方住住吧 一借就 就 就 就这个 控制不住 再加上又对他们歧视 所以这个日漫人 就他造反了 一个叫阿拉里克的 四百一十年 打到罗马城 罗马城第一次被毁了 日漫人的王 你看这是日漫人 所以欧洲的后来的历史发展 除了希腊精神 罗马精神 基督教精神 还有个日漫人的精神 君子民主制 君子民主制 就是咱们在商量办事 对吧 咱们在商量办事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陈津思汗 陈津思汗统一蒙古之前 奴尔哈赤统一满洲之前 阿古达 阿宝基他们统治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金和辽 对吧 女征和 和契丹族之前的那个民主制 当然在轮流坐 轮流坐 而且 而且轮流坐的问题还在哪呢 人还少 人比较少 人比较少 每个不足 日漫很勇敢 那好 公元476年 最后一个罗马的王被杀了 那么 他的废数上建议很多国家 并且呢 在发展当中 吸收了很多的经验 前任的 以后呢 就逐渐逐渐 这个崛起起来 现今的挪威人 丹麦人 瑞典人 冰岛人 德意志人 奥地人 瑞士人 英兰人 荷兰人 佛罗毛人 罗森堡人 都是日漫人 其中 日漫也好得不 对吧 德意志人 奥地人 和瑞士语言呢 瑞士是一部分 讲这个德语 法兰西 意大利 西班牙 普特亚 其实也是日漫人 这是他们讲 罗曼语 那就变了种的拉丁语 其实就是 这个 所以呢 其实这个罗马就灭亡了 他不但灭亡了 他这个 他人也没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今天的基因见经呢 土鲁齐人的基因呢 是希腊人的基因 但是你不能说 土鲁齐继承了希腊文明 犹太人 接纳了 吸收的 两河流域 巴比伦文明 对吧 你看所谓 所谓这个 亚当夏娃的故事 世界末日的故事 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在巴比伦之球的时候 学来的 受到 内地 那个地方 两河流域的文明的影响 但是你不能说 犹太人继承了 是巴比伦文明的继承者 不能是这样 所以今天欧洲人 都是他们 希腊罗马文化 但是他们不是希腊人 也不是罗马人 他是蛮族人 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在今天 跟中国一样 还生生不息的民族 都是我们的晚辈 在当年 我们一起 做古典门的一部分的 都死了 咱们还活着 所以这个原因呢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 地理空间上的一个相对独立性 长城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这汉民族的 他的国家治理能力 以及他的文化上的包容性 等等 构建了这个 这个一个 即学生文明的 人民不息 所以这么一个伟大的文明 在今天的时代上 他要克服自己的缺点 或者不足 什么呢 就是科学方面的不足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在当年 其实我们呢 是领先的 我们现在还在讲一下历史线索 中国的历史 我跟我讲 我对这个 邱春栋先生 这个特别致力的 对我们这些才俊们呢 开展这个历史文明的学习 我非常赞赏 真心的赞赏 为什么呢 一个科学家 如果没有人文精神 他就是个机器 他说你就是个机器 你不但在人格上 你就 你就缺失一块 对吧 缺失一块 那你这动力从哪来 动力不能从本能的想安 想获得成功来 还获得一个 那是一个人呢 要过点好日子 要赚点钱 家人过得好一点 生活有点低 这个有一点 这个动力可以 可是当你成为一个 对吧 一个影响 这个 一个社会更有影响的人物 说 你是不是要高的境界 这是一定的 商人是这样 对吧 你赚点钱 过好日子可以 但是你到马云 马化腾 这个 任正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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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跟上去 那你就会出问题 所以易经里有一句话 诸说是孔子的 易经细词 他说 德伯而未尊 道德的德 我们叫厚德载物嘛 德伯而未尊 智小而毛大 智慧很小 猫大 利弱 认重 认重 但是其实你的力气很小 先不及也 没不翻船的 所以大家知道 就是一个人呢 就是我们说一个 想有点改善自己生活 提高自己地位 你有一个本能的动力就可以了 可是你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 更高端的这个精英 你就必须要 你的整个人生观 这个社会责任感就得上去 好 我跟你讲一下中国历史 简单跟你勾勒一下 我们的历史税五千年 哪来的 那这个 有人说四千年 二千年对折 那是下 这是我们今年二十一世纪 他不懂历史 因为没办法 皇帝专书帝国遥顺 那是五帝时代 史记第一天 就是五帝本记 炎黄子孙五帝开始 那个时期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 就是原始社会 对吧 可能呢是 有旧时期 新时期 等等等等 对吧 大概一般的新时期晚期 到那个时候就开始 是文明时代了 我们有梁祖遗址 有养少文明 对吧 还有红山文化 还有好多 就是 文明的炭源 就炭这一千年 就皇帝到夏朝前 夏朝和商朝的这个时代呢 还更多是血缘组织的社会 这是大概什么意思吧 就是人你看啊 刚开始都是 知道妈妈 不知道爸爸 然后呢 生产力提高了 爸爸牛了 夫妻 那个女生就成为 从属的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看啊 父亲 可能生了好多孩子 可能还别 别的女生 刚帮他快生 不是 不管他一个妻子啊 这样呢 在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你看 还是爷一辈的 到第四到第五代 就关系就远了 对吧 那五代以后都出五福了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血缘关系呢 其实也就是前几代比较亲 民间有句话 叫一代亲 二代表 表亲 你救救的孩子 表兄弟 三代就有了 三代呢 大家来往就少了 那四代五代 那就快出五福了 所以五福制度 是一套原因的 这样就说 士族 可能人比较 血缘比较近 到包族呢 血缘就比较远 到部族呢 就更远 部族联盟就更远 可是我们可能都是一个信 那么一个信 这么多人怎么扯呢 所以就有士 就有士 诸说我这个信张的 我们的信就是记 就是周崇那个记 但是里面的后来我分 我就信张了 那很多的 那个很多 也就是说 这就是信跟士 也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士族 这个血缘关系 在下山的时候呢 实际上 亲的血缘关系 是很短的 一百年不得了 几代过了 后来大家 虽然是血缘 都是一个信 但是大家已经是 跟地缘关系 有点差不多 明白 就是不是有点 你是血亲 到了西州不一样了 西州他就分封了 他让他的子侄辈 兄弟辈 叔叔辈 包括功臣 包括亲家 这个江泰功臣亲家 他们在全国各地 去分封 去是殖民 移民 这下你看 这地缘的了 就是民族就混合了 对吧 我们在这个 在《诗经》呢 在这个 等等 包括那些 早期文献里面 都有 把这士族 这个分几个在那儿 那个分几个在那儿 环系九宗 英明六族 就是分到各地去 所以这个周朝呢 他是了不得的 他就周遂旧邦 奇迷未信 他就有个国 邦 对吧 他这个邦是地缘的 如果说 那么到 好 夏呢 如果说我们是华夏 中国文明呢 开始有自己底色 那西周呢 我们就是帮中国的国 这个地狱 华夏文明的地狱 就差不多出现了 那么呢 春教战国大变革 正好是我轴信时代 这个 最后垫垫的词 秦汉 我们讲秦汉 其实秦跟汉还是有差别的 周治讲仁义 秦治讲刑罚 这两个东西都有偏差 到汉把它混合在一起 就成为我们汉文明 好 夏 中华文明的基础 周 中华文明的地狱 治 秦汉 中华文明的制度 就是中华文明 夏 奠定中这个概念 华夏 周奠定国这个概念 汉呢 变成制度这个概念 我们叫中国人 我们叫汉字 我们叫汉人 我们叫汉字 我们叫汉民族 所以汉对中国的意义就是 中国文明的基本结构 基本内涵 基本格局 奠定了 那么 汉一直到 中华人民国之间是干啥呢 汉唐之间 我们主要是消化 东亚的文化 交流的问题 其中最点就是佛教入华 对吧 然后呢 同时呢 我们也影响到日本 韩国 越南 周边 东南亚等等这些地方 华夏文化 在跟人家交流 也是对外影响 如果不影响 这些地方都 它会比较落后 你知道 唐朝的时候 韩国和日本 才开始 从中国的汉字里找到元素 构建自己的文字 原来他们都直接用汉字的 日本的 越南的汉字 一直要用到十九世纪的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是带着他们提升的 这点作用跟罗马在欧洲 地中海 周边也类似的 那么到 到 明清以来呢 那就不要了 明清以来呢 我们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面对西方的冲击了 刚开始我们在西方冲击下 自由了不起 从万里到乾隆 天朝 大国 物产风云 无所不由 不需要跟你做生意 雅门战争 庚子年 八国联军 又庚子年 两庚子年打趴了 咱们说的不行了 打着孔家殿 批林批孔 所以 一直到改革开放 才走到这个路子 什么路子呢 走到一个 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子 这个路子就是我们今天呢 讲 中华民国是走向共和 帝制 结束 中华民国呢 走向现代化 就是我们今天在这种 现代化的窜索啊 经过了一些曲折 但是应该 现在应该是基本找到这个路子了 这个现代化 我就不放这方面讲了 那么西方的线索呢 你看 罗马 这个王政就不说了 那很小啊 就是罗马成泰布河附近 那个小小城邦啊 到共和国呢 开始就不一样了 开始扩张 从公元前的509 你共享27年 27年高乌斯都 沃大为 凯撒的这个养子啊 他叫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呢 你看到那里有点分裂啊 西罗马帝国 就这个灭亡了啊 这个东罗马帝国呢 那是拜日平在那儿 我们这个分裂嘛 分裂 那么罗马这个分裂后呢 其实 法兰克王国 公元前486年 这克罗维 克罗维 皈依基督教 建立法兰克王国 那么到查理曼大帝的时候 就是那个扑克派里面 洪达克那个人 他呢 在公元800年也接受 基督教的加冕 他建立一个大帝国 到他的子孙时代 到他孙子那边 就分家了 那是要分家的 叫东法兰克 中法兰克 西法兰克 东法兰克呢 就是 德意志 西法兰克呢 就是法兰西 这个中法兰克呢 辗转以后就是意大利 所以欧洲大陆的本土这地方 就基本的就这样 其实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线索 没搞清楚 为什么呢 就是布雷甸呢 也是罗马的殖民地 在五世纪初啊 罗马吃紧的时候 就把罗马的军队 从布雷甸撤出来了 后来那个地方呢 就成了昂格鲁撒克顺 战地建立七个王国 七国 就是我们战国七雄一样的 折腾折腾 其中最有名的 阿弗雷德大帝 听说他打败了维京人 就是北欧人 就是瓦兰哥人 瑞典人 就是丹麦人 到1066年呢 征服者威廉啊 才到英国去重新建英国的王朝 后来的英国的王朝 就知道今天 其实都是征服者威廉的 男性或者女性的后代 因为男性后都没有 他们就只剩女性嘛 女性 那个他性就改了 后来就有一系列 什么什么 这个一系列王朝 一直到今天的 温莎王朝 现在的 查尔曼 查尔大帝其实就是那个查尔曼 姓一样的名字一样 查尔大帝的 这个 伊利萨白二世 查尔斯 这个王朝 他们其实是衣脉传下来的 只是有时候男性没了 他就找女性 有时候找外申啊 找什么 什么侄女啊 侄子反正反正那个都能牵得上的 这一点跟我们很不一样啊 万事一夕跟日本相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王朝变来变去啊 他呢就是王是不变的 当然这个王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过程当中 会很多阴谋诡计 很多杀戮 但是他得找个根据 我能够继承位 因为我的血统跟先朝是有关系的 好 那么我们这个可以见到 罗马帝国啊 其实影响了 而拜仁廷帝国影响呢 影响了东欧 影响了苏联 我讲拜仁廷帝国在1453一灭亡以后 我讲他们的这个这个一个公主啊 就嫁到了一帆三世 然后东正教就到了莫斯科 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中心 原来中心在哪 原来中心在拜仁 在伊斯兰波尔嘛 就是军斯坦尼堡嘛 所以拜仁廷影响了俄罗斯 俄罗斯不单是拜仁廷影响 俄罗斯还影响了蒙古人的影响 蒙古人建立金战汉国的时候 他的这个统治区主要是在 俄罗斯那边 不在乌克兰这边 所以他是让莫斯科大公 帮助他给那些斯拉夫人的小帮收税的 后来他就融化成 俄罗斯就把蒙古人给融化了 你看 利林 他至少他 他爷爷他奶奶那一代有蒙古人血统 至少有一半 现在俄罗斯的国务部长 烧一股其实是蒙古人 他那里还有小的公共国 是姓佛教 不是姓东正教的 就是金战汉国灭亡以后 留下的残余部分 所以罗马帝国 无论东索马西路马 对欧洲对西方影响很大的 你看这个古典时期 希腊罗马文明 公元前八世纪 公元前五世纪 春节战国的两汉 西方那些 黑暗时期 五到九世纪 什么叫黑暗时期呢 就这时候全是乱的 欧洲是乱的 没有法律 没有国家 都是那些大大小日曼政权 你打我我打你 五胡乱华 像咱们呢 五胡乱华 我们很高的问题下来 他们搞了好几百年 但是这个时候 到九世纪之余是唐墨了 封建时期 从唐墨到哥伦布 发行新大陆 1500 九的时候是基督教统治 这时候他们封建社会 这个封建时期 基督教的影响 它对护得了科学的发展 这个影响很大 没有基督教 没有经验哲学 它不会有后的科学的 也就是说 这就是一种吊诡 宗教拥有了科学精神 近代早期 1500到1800 对吧 这个时候呢 近代早期 这个时候 终好是明中业 从万里到乾隆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呢 正好是西方跟东方啊 分道扬镳 中国开始走下不路 他们走上去 中国走下不路 不是我们不如起原来了 而是我们 我们慢了 我们没有大的发展了 农业文明已经走到头了 没有科学的出现了 这个不行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时期 西方来的科学呢 苏鲁哥讲的基督教 精神演变 经验哲学演变的科学探索 要探索上帝 创造的世界奥秘吗 还有大航海 抢了巨大财富 刺激了社会的发展 美洲非洲 这些落后地区财富 都进来了 但他们经过 公益革命后才到 东洋 中日 韩这种 这种比较 比较发达的国家 来敲门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否则他敲不开的 1840年 就19世纪前 他不可能敲开的 好了 我下面呢 就是你看他对比一下 前史不一样 后史发展不一样 什么前史不一样 中国的前史 我刚才讲了 从皇帝专属帝库 姚舜五帝 夏商周三代 春节战国 对吧 然后再运一个秦汉 有幽长的历史 长久历史 如果从秦朝 统一算起 公元前 221年 那前面 至少有 三千年的历史 两三千年的历史 对吧 可是 那是罗马的前史 是啥 没有 说公元前753年 有个洛莫斯的这两孩子 他们呢 在这个地方建和城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他这个 他的外公啊 的政权 被他的书外公啊 抢去了 然后呢 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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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妈呢 就被关起来 只有这个女儿吧 关起来 不让他给人结婚 不让生孩子 又战神 阿瑞斯啊 从他他偷偷地 从跳到他是神嘛 跳到他这个姑娘啊 这美女的这个这个这个楼上 又跟他啊 跟他就生了这两孩子 最后会知道后 这叔叔很生气 就把这孩子呢 让人呢 扔的 扔的盒里去 这个人舍不得扔 就放了个桶啊 扔的盒里 就飘飘飘 这飘的地方 被捡起来 这个狼 这个狼呢 把他喂 喂奶 把他喂喂蛋了 所以你到罗 去哪里去 有一个 就是一个狼 然后 这个两个孩子 吃那个奶 那是他们这个纪念品 这是公元753年的事 这以前都是狼的历史了 就不知道了 对吧 那么罗马从天上掉下来呢 公元先80世纪 不是的 因为罗马的南部啊 当时是希腊的城邦 受希腊话影响 地震海的 两河流域的文明呢 事实上最早的文明 它影响到 东边印度 西边就是 爱琴海 爱琴海就是 就是 就是图里奇跟 希腊半岛之间的那个海 叫爱琴海 就是地上海的一部分 然后呢 北非的埃及文明 影响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等等 埃及那个金字塔 那个工程技术 影响到罗马人的 用石头 周城周强的技术 当然 还影响到 因为那里有个岛叫克里特岛嘛 克里特岛的 克里特岛的这个 这个米苏斯文明 那应该 时代应该跟我们下场差不多的 就是说罗马文明是希腊的周边其他地方文明 喂养大的 吃百家饭当长大的 就是说 那就是 那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在秦汉之前有 有几千年连续发展的历史 那罗马文明呢 比如说古希腊文明 古希腊文明 和马史诗也是空前八十几 跟这两个孩子 造成的故事 差不多年差不多 可是和马史诗以前呢 有四百年的黑暗时代 但是更四百年前 麦西尼文明 米苏斯文明 那都是在被挖出来的 他也是受到西洋的影响 也就是说 你看前世不一样 前世不一样 就中国的不间断的这个历史 他确实是本土长的 而他呢 就是从周边不同的文明呢 滋养大的 包括希腊罗马也是 所以要四大文明古国 是没有希腊罗马的 对吧 你这五大可谓 勉强把希腊算进去 罗马也算不进去 后世发展不一样 我刚才讲的 罗马帝国崩盘以后 欧洲分崩一息 几百年后 公年九十期 才有个查理曼 来法兰克王国统一了 大概今天的欧 西欧的主要部分就统一了 因为查理曼他一直打的呢 他往北边打 普鲁斯那地方打 往萨克森那地方打 现在德国的那个地方打 就是他这个 然后北边呢 就打的北海 西边呢 西南边打的比利牛斯山 就是法国和西米亚交集地方 因为西米亚那时候 已经被阿拉伯人占了 所以这个后世发展不一样 从来没统一过 以后慢慢则变成了 变成开始形成西欧的规模 但是不是民族国家 不是nation state 什么不是民族国家 因为那时候 我们现在就用这词吧 英国法国 其实那时候没什么英国法国 他们为什么老打仗呢 打仗就是因为封建制度 英国国王在法国本土 有很多他的领土 诺曼啊 安儒啊 对吧 这个阿基坦啊 那这地方是他的领土 这些领土呢 也说他既是英国的国王 他也是法国的封城 他应该向法国国王呢 这个要效忠 你看这个事就去 这就是 这就不是民族国家 对吧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国家 所以英国人要占这个地 还扩大这个地 英国长期还建法国的国王呢 尽管他们不认 这样子呢 这个斗争呢 影响了中世纪的发展 大家想为什么 因为英国的贵族不约翰 你为你法国的领地打仗 那我们凭什么要给你出钱呢 对吧 我不出钱 不出钱 那大家就商量 商量就是国会嘛 一二一五年大宪章 约翰王的时候 就是为了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事 为了钱的事 才开国会的 英国的国会 一直都是为钱的事 所以英国的财政部长 一直是首相的后部人权 那么好呢 还有一个就是 罗马教皇有独立的权利 他老干涉 失所王权事务 也就是贵族的王的职约 教皇的王的职约 使欧洲的王的权利 他很难往业人化的方向发展 他会受到别人的牵制 这两个牵制解除以后 那就到了近代了 近代那这是国会已经成型了 因为资产也起来了嘛 那教皇传令退位了 中间改革 但是国内的这个格局已经形成了 所以他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呢你看后世发生什么 就进一步消化了五活乱华 消化了佛教以后 我们才随唐盛世 然后呢 五代辽夏金元明清 消化了北边民族对我们的 对吧 我们都把他消化了 所以袁世凯当时让宛容 这个退位的时候 那个招数里面去 五族共和的概念是有的吗 就把大清的这个五族 都是中华民国的遗产 那个时候我告诉你 那个时候世界上几乎都是西方的殖民地 奥斯曼帝国 当年是欧亚非大陆大帝国 都是西方人的殖民地 到1921年那个时候 凯末尔建土耳其的时候 他现在身着那么一块地方 都割掉了 可是中国的袁世凯 清和革命没丢掉 就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形态就不一样 对吧 我们的国家形态没有你那个 所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国家 这个文明吸引那些周边的不足 然后呢我们构建国家 跟他那个国家形态就不是一回事 我们也不说你不好 也不说你好 你就是你的特点 你真的是按照你的方式走嘛 对吧 就是今天的西方选择的话是个被动选择 不是最有选择 被动选择就是我的历史挤得我走到这儿 我只能这么走 可是你把它打造成最有选择 说你也得这么来 那肯定是没道理的 因为我跟你不是一样的 所以因此证明 1900年的时候 西方这个八国啊 就是八国邻居的八国 占世界纪录的百分之五十 2000年的时候占世界纪录的百分之四十七 没什么变化 2013到2011年我们将来WT说 你看中国就占中国纪录占世界的百分之八 这八国占世界百分之三十多 到三十五六两次 这个让出来的就是发展的国家 尤其是中国起来的 这是应该的 我十八亿十四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 你加起来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 搞得这么的 所以大家一定知道 就是我们讲中国世界的话 不是说别的 首先路径不一样 我只能按照我的历史路径走 其次 形态不一样 你确实很好 但是也不足 我确实也不错 但是我也有不足 这样大家互相借鉴 我觉得这才是对世界应有的状态 应该是 好了 我就讲 因此我们讲秦汉和罗马比 它不简单是简单 其实我要讲我们的路径不一样 好 这个秦国的历史要讲的 你看西汉啊 西汉东汉的关系 然后三国啊 这时候 然后到北朝啊 这是中国过的过程 那罗马呢就是那样子 我刚才讲了 那个图 好了 我们就做个比较 比较啥呢 我们做一个比较 社会制度的差异 最重大差异是这个 罗马是奴隶制 中国的秦汉是地主制 什么叫奴隶制呢 我们现在用地主制这个词吧 奴隶制代之道 干活的是奴隶啊 干活的是奴隶 尤其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 罗马意大利 主要的奴隶都在这儿 所以 这个罗马的公民是不干这种 第一端劳动的 农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 对吧 这些东西他是不干的 干这个这些东西呢 那中国不是的 这个你想啊 我们看看这个这是 这是在这个湖北江陵 张家山 这个汉墓里 发现二年律令 这个二年呢 经过考察 应该是旅后二年 旅后二年 这例子讲啊 依照爵位受田 军功爵位受田 然后呢 普通农民没有爵位的 也可以受到 一寝田 一窄区 一寝大概像现在三十一亩 一窄区大概像九亩 我们知道 三十亩地 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是这个五十年代初啊 土改的时候 那时候画 三十亩地 汉朝人就给你三十亩地 三十亩地 那时候老子胜利比较低 但是至少吃饭是没问题的 这是我们的社会基础 数以千万计的家庭 大概一千多万一个家庭 一千二百多万 还一千多万家庭 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生活的 女性也可以担任户主 妻子可以继承父绝 以及一些婚姻财产 划分的规定 这是二年律令的 所以有人说 女后是女的 所以他这个女的权益 就可以继承 但是其实他就错了 我不认为那个 我会加个词 八寡妇亲 秦始皇表彰 全国的企业家模范 楷模 所以这个司马迁就讲 八寡妇亲 就是一个妇人 一个寡妇 她能保护自己财产 继承丈夫 继承婆家的财产 她是因为她有财富 国家还让她呢 还给她租个望清台 就是给她立个碑啊 对不对 立个建筑啊 对吧 所以我就讲了 这个是最大的不一样 罗马的你和公民打仗 可以分地 也是另外一个 但是土地制度 刚才讲了 土地制度讲了 你看这就是西汉将联 张家山的二年律令 这个 还有物质文明的差异 在讲啥呢 我们看到罗马 看到 这个一种很精彩的 石 石 石头建筑 对吧 它很宏大 对吧 它很这个了不起 但是你要知道 技术这是从埃及学的 埃及呢 开罗附近并没有石材 太阳上西奈半岛 从尼勒河上游那边润过来 修盖一个金字塔 先修路 十万人修十年 再又盖 用三十年 这里头是什么呢 这里头是发达的奴隶制 和宗教狂越 因为印爱基人认为 他们发老啊 生前是发老 死后就是那个阴间的神 掌管你的阴间的神 所以这个这样的大建筑 否则修行不来 这是这个制度 但是中国呢 为什么是这种 你看 罗马的这个也是 罗马的这个克罗族 就是这个斗售场 这现在你到那去 罗马能看到的 这是当时 威斯帕乡当皇帝的时候 奥古斯都的时候 他们灭了以色列犹太王国 然后把他的人类变成奴隶 卖掉弄了钱 然后再用罗马地区奴隶呢 盖的 把奴隶卖的搞了钱盖的 因为同时规定 犹太人从此不能再回耶路撒冷了 所以一直到战后 他们才能回耶路撒冷了 一千多年不让他回耶路撒冷了 威斯帕将皇帝的时候 那么中国不是这样子的 中国没那些 中国是土木结构 土木结构强是夯土的 就地取材呀 对吧 黄河流有这种 也有这种风化的土 对吧 损工损料 压实还很坚固 你看现在到西北去 那些秦汉的城堡 城址 土还在那里处立着呢 所以实际里讲 周王秀灵台 庶民公之不如城之 但是呢 这种不太像样的 它是什么呢 第一 成本低 第二 使命实 汉代不可能用奴隽 这么奴隶来做高强度劳动的办法 所以你那个建筑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 中国的建筑是现在平民 摆辩护其民 这个 它每年得有一定的 给国家服役的 这个制度之上 否则国家花钱故人做的 但是想想 从老百姓来说 金字塔和罗马的建筑 它是不人道的 这个建筑 是人道的 所以不同的建筑 反映的是社会制度上不同 反映的是 这个社会制度方式不同 反映的是政府跟那些建筑者的关系的不同 农业生产 我跟你讲 农业革命都是在亚洲 东方发生的 农业革命的 你看所有最早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西方也有农业 但是它没革命 它是从亚洲学的 工业革命在西方发生的 东方也有工业 它是没革命 我们向它学 它现在不让学 可是你看看 为什么你看看农业的水平 我再给你举几个例子 农业要给离地呢 离地用离滑 但是光也离滑 真的开出一条沟 汉朝人在离滑后面 安了一个离壁 对吧 你看这什么离壁呢 就这东西 就是说 它除了离以外 跟离上 安装离壁用的翻土 提高工作效率 比欧洲早了一千多年 你看 这个一千年是多少年 你自己想想啊 这样子离滑呢 根底地呢 这个土块啊 它顺着离壁的弧度 就翻转过来了嘛 地底下土是生土嘛 生土不介入阳光 不介入空气 它的肥效低 对吧 如果翻过来呢 介入阳光空气以后 它慢慢就变成熟土了 年年这么根 年年这么翻土 田地的肥沃程度就高 对吧 罗马的离没有离壁 翻白了土块 正在横着根次 竖着在根次 把土弄碎了完事 而且呢 效率也低 所以你看这是 这是一个 再讲播种 文福星时候啊 荷兰的画家画了一个播种 还是一个人拿着种子 这么一洒 洒播啊 就洒 洒播呢 长出来装甲不成行 对吧 下部要除草 要中根 这很费事 汉朝人家发明了楼车 就是专门用来播种的一种工具 播下的种子长出来 又军人又成行 对吧 将来中根除草 收购都很方便 你看这楼车 对吧 二十级 工业前二十级 多管条子 调不机楼车 后来印度也采用它了 也是学了咱们的 在立场第一次有些来播种 这种调不机 只需要一头马 一头牛 一头驴 按可控制的速度 将种子播成一条直线 小事 看大智慧 再说脱力 粮食外壳 你的脱力 对吧 用旧队碾压后 米粒 或者麦子 对吧 或者倒糠 就混在一起 在罗马呢 是拿大步进山上 顺着波 就是那些农村里 在家里看见的呀 小说 使经波 自然风把糠吹掉 剩下米粒 中国不呀 中国汉代就有这个 就风扇车 把粮食倒进去 用取诸医疗 湿上夜光 外吹风 吹出来都是糠 下面留下都是米 比大部分山上洋薄 也进不知道多少倍了 再讲 饮食 麦子做成饼 汉唐人 把麦子做成都叫饼 面食都叫饼 但是中国的饼面食是发酵的面 饭的饭酵面 它叫那个软嘛 罗马是面包 没发觉很硬 快砸死人的 十六世纪有个妇女 在奥斯曼这个来 她拿着面包 把个男的头砸破了 把砸死了 可以当母亲用 所以 所以 这个因此 整个的这个农业方面 从 从根地到 到饮食 我们都变强 咱讲工 工业 交通工具 交通 船舵 古代用操纵和控制 船舶航行的装置 对吧 通常有 夺液 垂直夺杆和水平夺 并组成 对吧 在周期活动的早期下 航向看了 讲操纵 尾部的操纵 讲 逐渐增大 再慢慢就变成多了 55年 在广州东汉末发现了 陶船模型 设有船尾舵 舵尾舵 东汉属胜的雄文解字 尤其的市民对舵都有解释 说明已经很不变了 欧洲不是 欧洲的舵呢 它主要是靠什么呢 它主要是靠两个奖来保持这个方向 而且这个奖呢 铁制的 跟船舵在一起 阿拉伯人呢 是全文安个环 对吧 中国不一样 中国虽然也是类似 但是中国呢 它是一个转向舵 从华人来驱动的 所以呢 最早说在汉代中国 欧洲到十二世纪 才有中国这种路 又晚一千年 又 马车 我们知道 马车是两河流人发明的 对吧 这个两河流人的印欧人呢 他们把这个车 和欧洲草人 损付的马 联合在一起 都是马车 我刚才讲的 公益前2500年 到公益前500年 或者公益前2000年 这都是考古上的年代 这个印欧人迁徙 就是用于这个马车 用于这个马车 我们在安阳 商代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马车 跟这个很类似 所以商代文明呢 跟这个印欧文明呢 是有结束的 无论从三星堆 还是从这个安阳的 这个那些商代 这个后期的那些文物 都能看出来 乌尔战这些独 这个乌尔啊 是两个流域的一个国家啊 一个部族啊 类似车员啊 短横 然后呢 用紧带把马的紧部 固定在这个横上 拽车的时候呢 然后拖在车上 因为马一拉 你总在这个锯在上面 脖子 印度人发 把牛的脚上 把他拉在牛脚上 我本来想搞这个图啊 忘了 其壁端是马跑得越快 呼吸越困难 因为摸脖子嘛 马的动量的 力量发布式的限制 这种鸡马的办法 称为 紧带式计较法 后来希腊罗马 也用这个方法 最多在紧带上 再加个孵带 但是很难解决 紧带压迫马的气管问题 那中国人怎么呢 中国人不是 你看这是 汉区化学圈 中国人的胸架式计较法 马的胸部 这样拉着呢 他不摔着脖子 对吧 他不摔着脖子 到了呢 这个秦汉的时候呢 还有安套式计较法 把侧人放平 这样支点降低 免得摸耳的马 造成磨伤 还可以 舒服力马的肩胛两侧 既保持马的稳定了 又增加马拉 但今天还有这个办法 所以 在这个方面 中国人在聪明呢 这个 一点不晃多让 纺织 这个啊 我们知道 诗经里呢 一般形容 你们家身这个男孩 叫弄章之喜 章是玉马 身女孩 叫弄瓦之喜 这个瓦呢 不是瓦片啊 这是这个 纺轮 它是瓦做的 是圆的 中间有根棍 一碾就把 麻呢 碾成线了 这个东西在前世都用 汉人制成纺车 惨量和现代之量 大物体高 罗马没有 还有呢 织布的时候 陷害支撑布嘛 汉的有斜织的机 而且脚踏板 用脚一踩 这个就支撑布 比如金线 135或者246 提起来 通过这个建议 穿个尾线呢 就支撑布了嘛 成多的汉墨 还出了提花机 提花机 织里面还加花呢 这个汉的织织很方便 西方还是在个垂直织织织上 要加花有的时候 往上边 很费死 你看这个提花 装带 汉带已经很发达了 我就不讲了 你看这个西津杂志 讲到 这个西津就指的 这个长安 东津就指的洛阳 到三国时候呢 又改进了 这都是 这都是西津 东汉三国 都是西方的罗马帝国时期 你看这些织织 所以东汉王一的 基附里面 先先进女 今之落之 动摇多姿 妇鸟生姿 行用这个 一个上一个下的 女生 这个配合 女工配合 他们提花机之场面 好 这个最了不起的是野精 我在我的书里面 我给 这个修行送这本书 这书里面前面讲到 中国的这个 我们知道 这个人类 它分 早期的文明分几个时代 这个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 它把旧时期时代 那个叫 叫这个蒙昧时代 新时期时期呢 可以叫野蛮时代 那个新时期晚期到青铜 进入过这叫文明时代 因为所谓文明时代 就生产力提高以后啊 人们才有可能进行一些思考 分工 创造 社会组织也比较复杂 你去文明时代嘛 所以因此呢 这个道理是 这个铜 青铜 铜和铁 到底谁先发明的 这一直是呢 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认为 两核流域肯定是很早的 但是我告诉你 中国人的学义经理想 我的判断 中国人早期也有铜和铁 用下潮去铜嘛 但是呢 它后来呢 改进以后 它搞得比西方还好 我们这里有个例子 汉代也练钢铁的技术 在世界上摇有领先 在西方铸铁的应用 要晚到14世纪 可断铸铁要到18世纪 中国在春娇早期就有铸铁 就是生铁 这个生铁 就是把铁 融化成铁水 然后胶制出来嘛 罗马的铁 一直采取固态还原的方式 就把燃烧的木炭 产生的还原燕丝 把铁框石在那烧 铁框中的原还原出来 并有垂打的办法 把铁框石里面那些 龟山原的东西都给除掉 但固态还原法 无论怎么垂它 都不可能把里面那些 夹杂物全部除掉的 可是你要把它融化成 贴水的话 像中国人那样 夹杂物就造成渣了 把它给倒掉 底下就是比较纯的铁 比吹的固态 坏人反强的多了 所以这个事 好 我再跟你讲 书写公主跟你说了 造纸树 东汉发明的 西汉如果要操 西方如果要操过圣经的话 要操300张羊皮纸 但是你想那多长 这个既算是地中海的植草 那是自然物 不像造成树是工业物 文化品 好 我们从前面可以看出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不遑多让 在生活当中 而且一块早呢 不是早一年两年 十年八年 是千年几百年为单位的 因此当我们接触西方的科学以后 所以我们能产生非常优秀的数学家 科学家 对吧 和这个 和工程师 这是肯定的 好了 我们再讲 除了生产领域 自然这个领域 那当然还有社会领域 就制度 军事财政 秦汉政治体制演进 是这样子的 我前面一讲 中国呢 从夏商周春秋战国 最后走向秦代中央杰权体制 秦代中央杰权体制 为什么产生 难得是秦始皇一个人 从脑子里产生出来的 他想做就成 即使做成了 他会崩盘的 希腊也 罗马也曾经是帝国 波斯也曾经帝国 贵商还帝国呢 亚利桑大大帝帝国呢 为什么就崩盘了 所以我用讲 他是击杀为他 塔散成杀 是那种式的 中国的这个中央杰权体制呢 他是有一系列制度支撑的 对吧 因为从中央的制度 从这个官僚体制 对吧 这个到这个意识形态 到经济制度 还有基层社会 海内接行线 还有这个保甲 乡里 这个组织 让权力 渗入每一个摩擬学管 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种秩序 中央杰权是一种秩序 这个秩序呢 在那个时代管用 对吧 欧洲的秩序呢 它为什么 它统一不起来呢 它只能打 只能打 打的而且呢 这个战争呢 是很残酷的 中国历史上也有战争 对吧 但是一个统一王朝 战争就少了 往往发生两个王朝 建立毁灭之间 但是在西方不是这样 西方这个战争呢 往往是 这个一时就是说 就是在一种这个 就是争夺土地啊 资源啊 人口之间的 这个战争 财富啊 的战争 所以它 这个跟中国不一样 中国这个体制呢 这个国家体制 中央集权体制 这种皇帝制度 但是 王朝铃争总乎 你看 它产生皇帝不断变 还有一个就是呢 民本思想 为革命性的叙事啊 改造患者的革命叙事啊 提供了这个理论制度 民本思想嘛 因为你不以民为本嘛 欧洲都不是的 欧洲在近代以前 一直是学统而已 知识学等关乎 你即使把它搞下来了 你还还给他们家的人 你不是他们家的人 你不行的 尽管会做手脚 对吧 在英国你如果信天主教 那不行 你毕竟信新教才信 对吧 就是清教英国的啊 新政管理体制 中央呢 有中商书 就像书籍书一样的 帮助皇帝处理工作 地方呢 有刺史 像行事组 对吧 遵线做行事 那个经济体制 一时行代的这套体制 那么这罗马的制度呢 不一样了 罗马的制度 罗马共国是 这主要机构有三 那执政官 取得国王 在现在像美国就像总统 就像总统 元朗院 元朗院他也就是NAT 参院就是 公民大会那是众院 对吧 执政官的意思呢 是共同协议者 那执政官由公民大会呢 来选举 在贵族中先取 每年 每年选一次 每次两个人 任期一年 任期一年 人流来 所以 他既是贵族民主制 和军国主义的制度的合体 为什么军国主义呢 用执政官就是司令官 两名执政官 他是司令 他是代表党 那个中国的皇帝一般 很少去清真的 那清真是做不做样子的 他也不会去上战场去打仗了 这是他他到前线去 你看 在罗马的皇帝 除了东罗马有点例外 有一部分情况例外 有后来的皇帝不行 那么 在西罗马要个皇帝 或者执政官 或者奥克斯都 你必须是司令官 你不带兵是不行的 所以他的军国主义色彩很浓的 那很浓的 我再跟你讲两名执政官 两名执政官他使用制约 制约制约 这个第一个 因为两个军团 一个执政官领一个军团 这是平时 那么再一个呢 这个执政官之间呢 我可以否定你 你的决定我可以否定你 他形成一个制约 形成制约 那么元朗院里呢 对他的执政官呢 进行选举 权力像一样 一个人可否定另外一个人的 但是 如果是碰到战争的时候 那 一个执政官带着军队到战场 另一个人的手术 需要两位执政官带兵的时候 两人划分军区 配合作战 独裁者是什么时候 就是国家军队到动乱的时候 一个执政官 这个一个人 здесь 德国家DKTATTOER 一个英文也是这样 就是叫 就是叫 毒裁官 毒裁官一般这个人六个月 那到时要交出来 交出来 那么毒裁官呢 他就叫法西斯 为什么呢 法西斯就说 他呢 他后面有个这个东西 这个竖棒 就说他有几个随从带着这个书棒 然后斧子在这个书棒上 今天呢我告诉你 今天这美国的参议院的汇标 其实就是罗马的元老院的汇标 还有这个法西斯的图案 这是元老院 元老院呢你看 罗马元老院 这汇标 三百个元老组成 这元老其实都是世袭 都是一个家族的 五十个家族嘛 五十个家族 但后来呢 他又改变 这个名额是改变 后来当奥古斯都说 最多就搞得上千人 元老院 资政官卸润就进元老院 元老院卸润贵 就是供货制 资政官是君主制 公民大会呢 公民大会那就是 那就是民主制嘛 元老院是贵族共和 公民大会是民主制 资政官也是君主制 所以他是各种制度在一起的 那到帝国时期呢 他主要任务呢 就是把这个元老院呢 把它空性化了 空性化了 他没讲自己是帝国 也没讲自己皇帝 他讲自己是元首 元首 元首就是第一公民嘛 他是第一公民 所以我们现在讲 美国总统叫 他的夫人叫第一夫人 因为第一夫人 为什么叫第一夫人 因为他丈夫是第一公民 但是现在不讲 总统叫第一公民 可是这个叫法 是从罗马来的 因为他丈夫是第一公民 就是元首嘛 然后就 也就是帝国时期 只是说呢 那个刑事还在 元老院还在 公民大会还在 不过他不管用 所以摆设 就由那个 由能够苏都呢 就来 这时期来决定 还有 他的刑审跟我们海内 这针线不一样的 刑审 这个刑审跟海内 这个 我这个 这个 我想 把这个不讲这么多 我后来讲 那个做官也是 他元老院 你必须有100万 测试特斯 因为今天是200欧元的资产 才可能进元老 才元老院才可以 担任执政官 行政总督或军团要职 如果呢 你要有80万欧元的样子 就40万测试特斯呢 你才可能呢 你的骑士 你骑士可以当财务官 可以在地方上是 到包税商 去包税 这个元老之子 进入老之权呢 也是骑士 这个中世纪欧洲 那个封建的骑士 是不一样 好 汉朝不是这样的 汉朝做官 不是不该踩一踩的 汉朝做官 秦汉 军功绝制 打仗立功了 你却能做官 那爵位嘛 杀了一个敌人 一等爵 你就有房子 有宅子 给你 二等爵 你父母如果犯了罪 就可以释放 你太太没有回北京户口 马上去解决北京户口 那三等爵 那地步更高了 你看 谁看这个 军功绝 后来呢 汉朝有人子制度 有狼官制度 什么叫人子制度呢 就是你父兄辈啊 做了官 你可以让你的子职辈 兄弟甚至 可以呢 进狼官 狼官有点像白宫实习生 狼官呢 在政府里呢 当差 平常没事就没事 有事派你说啊 说你的四川 就处理什么事 处理有功 就给你 一个地位 司马相儒啊 周文君的那个丈夫 司马相儒就是狼官 不过他的狼官 不是有时候他父兄辈做 有个什么级别的官 而是他们家交了钱 输宿也可以当狼官 司马迁也当过狼官 就是说 其实这些人子 就是你看这个实习的过程呢 你政府派来做什么事 你平常呢 你可以观察嘛 你可以学习嘛 然后你做出成绩了 然后就提上去 插举真批 对吧 征兆批举嘛 这个东西就是要地方推荐 汉朝时候每20万人呢 推荐一个 你到中央去考察 考察以后呢 考试以后面试 你还写你的 写的你的章奏 如果通过 你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唐宋以后的科学制度 他其实中国早就有因素了 第一个人要推荐 第二个人要考试 不过汉朝的推荐的因素大 唐宋以后呢 考试的因素大 对吧 那还有太学 汉武帝和太学 培养人才 是吧 你看我们这套体制啊 使秦汉国家 想叫做Modestate Modestate 现代国家 西方人研究政治制作的 说秦汉国家就是Modestate 他们不是Modestate 比如说罗马啦 中世纪也不是Modestate 所以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 非常早熟 非常早熟 我们再跟你讲啊 军队 罗马的军队说实的话 国家就是战争机器 战争是它主要的经济来源 罗马最后灭亡 就是没战争了 没军队了 没法打仗了 没奴隶的来源了 抢钱是战争的主要任务 我们除了国内的CVV 内战之外 我们对外主要是保家卫国嘛 主要是保家卫国 为什么秦汉修长城呢 就是你别进来了 你别进来了 所以内部 这个真做王朝控制权的建立王朝 新衰的战争之外 它主要是文 它讲文 可是罗马不是 它讲战争 罗马军队采取军团制 每个军队大概四千五到六千人 对吧 这个兵员一般是 应征日务的有产公民 无产者不能征民 奴隶不能当兵 他后来他就 这些人不当兵了 他没有财产了 他也没有兴趣了 所以叫雇佣兵嘛 雇佣兵是马略 马略改革 凯撒以前比凯撒和庞培还早 这个二三十年的 公元一世纪的时候 公元前一世纪的时候 马略的军事改革 就是他故意兵 原来都是公民当兵 后来公民不愿当兵了 为什么呢 当兵要自己带财产 我没有财产了 而且分的财产也不允 你这个上层的分得多 下层分不得低 所以不愿当兵了 不愿当兵 马略就说我们 我们把穷人招了当兵 我发工资 当兵拿工资 当兵成为职业 带这一项是吧 这样那个军官呢 就跟军人成为一个军阀的关系 所以后来一直到凯撒他们这些人 都是靠谁有钱 谁就能够有军队 有了军队就能找政权 所以它是个军事的国家 如果对外战争也是 那这个军团实际上这场 临时的那些不算了 那么其中最典型的一个战争呢 那我告诉你啊 最典型的战争呢 就是这个 就是布尼战争 布尼是甲太基人的 这个另外一个称呼 甲太基人是什么 是菲尼基人 菲尼基是在今天的 黎巴嫩那个地方 菲尼基人 菲尼基人有很多贡献 比如说最早的 字母 这是我们的拉丁字母 其实是菲尼基人最早 这个创造的 他可能其实是其他人的智慧 菲尼基人很航海 因为那个地方太小嘛 所以北非呢 今天阿尔基亚图尼斯那地方呢 叫甲太基 他们在那里非常发达 甲太基非常富庶 这些地方西西里也是 他的工程范围 西班牙都是他的工程范围 很富庶 罗马要打他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你威胁我了 他有钱了 所以几次 最后把他消灭掉 就没有任何别的原因 就跟今天美国打开中国原因 几乎一模一样 执政官就是总司令 罗马的军团 你看秦中华兵马俑 你看这差别什么呢 罗马的军团都把这些东西 保护着自己 你看嘛 他是后面这个凳很大 很大了 当然我告诉你啊 秦的兵本也偷了 尚也没有 你看尚也没有这个毛巾 这个其实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甲呢 也这个前兄后背 还有什么都没有的 研究者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现代之事 现代之事就是说 有些有去无回 要命的工作 就有人出去冲上前 然后他死了 后的立功 他这个可以给自己 重视家庭的家人 可以留给自己的家人的 他的荣耀 和那些爵位 那么 所以中国人的这种 这种就是这种 这种在军队里的表现呢 我想两个评论 一个 中国人确实是 在中国的组织 制度之下 他确实是完命的 完命的 你看 罗马人呢 确实是把自己保护得好好的 你看 所以要完命来说 真正打起仗来 我估计 有可能还 咱们在这点 可能还比他强一点 好 长城 我们知道 哈德梁长城在英国 还有日曼长城 哈德梁长城 日曼长城 这个长城是干啥的呢 就是因为到了英格兰以后啊 苏格兰的人呢 这蛮族啊 他们老了清饶 这个已经没有精力再给他打扯了 修个长城 啊 然后呢 在条顿 条顿战争当中啊 条顿啊 条顿宝治 战争当中啊 这条顿宝治 这个 罗马人呢 大败 大败以后呢 他不能再打了 他就修个长城 在多脑河河 南河河河 修个长城 大概有五百多公里 使他不要进来 长城那边 所以呢 城边的那些城市啊 包括 这就是那个 维也纳啊 包括 布达佩斯 啊 科隆 对吧 这个特里尔啊 等等 这些城市啊 其实都是罗马的边界长城边上的城堡 城市 那么 所以他对中国的长城就特别认同 中国万里长城 他最多算千里 是吧 那我们是从算尽里修的 所以我们那些文化意向 得到中国人的高度 这个重视啊 是由于西方人 他认同这东西 所以我们就认同了 这在学识界叫东方主义 Orientism 东方人的文明的符号 和塑造 是在西方人塑造的 这个呢 有一个合理的地方 就是说 西方必须是他走在现代化的路上 很早 对吧 但另外一方面呢 可能也有其他问题 这都是我们讲 中国是现代化的时候啊 要 其实有个思考的问题 好 好 调的什么 这一定是 杀了很多罗马人 所以罗马人从此 不再往那边走了啊 好 经济和财政呢 我就不讲 大概那个时候 罗马有人统建 大概5亿塞斯退斯的 这个全国总收入 那中国大概是80多亿 的这个收入 就是汉朝的时候 然后干 但是有一天我告诉大家 中国的收入主要是国内治理赋税 可是罗马的收入 不想主要 相大部分就是战争 就是卖奴隶 奴隶买卖 买奴隶要交4%的税 卖奴隶要交5%的税 这些每年都有几百万的奴隶 是吧 几百万奴隶 你是每年搞搞 这个人统计 搞5%的交 你现在有多少钱 奴隶的价格 你应该有4% 5%算 所以这个 也就是说 中国的战争是花钱的 人家战争是赚钱的 战争目的就是来钱的 就是搞钱 所以这个 因为西方我们知道 都知道 这个普希金呢 为了他的女朋友跟人决斗 对吧 搞不清楚咱们都 所以都行 这可不是普希金的事 在西方历史上 包括在中世纪 比如罗马时代 如果我们讲不清楚 谈不清楚 我们就打 谁打赢了 这事就是你就赢了 这个逻辑一直到18世纪 就是强盗跟商人 他就是看我能不能 如果我能抢来的话 那我就不买了 我抢不来 咱们买吧 这方面在人家内都是合理的 都是政党的 你要 你要遭烧读读西方历史 你就知道 这是很不一样的 赤裸罗的 政府是所有才会赤裸的想奸 凡是不能带走东西 都是国家的 如果经营或者转让出租 罗马乡占占占个数据 俱乐赔款 第二次布尼战争 加特基 一万塔兰特 叙利亚战争 一万五千塔兰特 充实国库 这些赔款最后当然一事 再去卖奴隶 其实整个军队里面就有一批人 这批人呢 我们把他们奴隶贩子 不是人家就是商人 你打完仗以后 你就把奴隶交给我 我把钱交给你 就这样 要不然你不要拿到市场去 就有人跟着你 就说我们这位小伙子 他是个将军 我就跟着他 哎 今天获了多少 三千块 给我 我给你钱 就这样 所以战争去干这个的 这是 这个是 我觉得 就是中国是历史上 很少的 在古代时期没有建民制度的国家 印度有建民 罗马其实奴隶就是建民的 奴隶就是建民 这个 那么当然他们还把异教徒也拿来建民 好了 我们讲这个 但是我告诉你 罗马的财政支出 跟我不太一样 用民生工作的很多 民生工作 特别是罗马成的 这个生活保障啊 排水啊 这样一些无产者啊 建罗马成的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有差别的 只有罗马公民才想是这个 啊 他有罗马公民 有拉丁公民 还有同盟者 还有行省的 这个这个民众 罗马公民呢 你一是穷的话 政府呢给你发面包 孩子让你娱乐 因为呢 他们是投票的那个人啊 公民大会 投票啊 如果不高兴的话 他可能投票 他们闹事儿 他们还造反 那么 所以呢 这个是必须有的 面包啊 但是拉丁公民就不一样 差别化不一样啊 那么那些盟友就不一样了啊 罗马国家最富的扩张精神是元老院 还有国际贵族 用扩张 让他们发财 他们怎么动呢 哎 用这个盟友 接盟 再打另外的盟友 到十年来了 然后再把原来的盟友打掉啊 这样达到他的目的啊 就跟这个我们 我们近来些年看的一样的啊 比如说 为了对付与禁令哥布鲁战争 罗马和拉丁城市接着同盟 然后又武力征服之 为了应付某些战斗形势 罗马跟萨默奈人接个同盟 然后又武力征服之 为了打破皮洛世啊 也是一个反对者啊 这是在希腊 希腊的一个城邦 罗马跟加特基建了同盟 后来 哎 打败了皮洛世 后来罗马要三次震盖加特基 并且一位平地 西匹阿 西匹阿是罗马的当时统帅 最后一次打败加特基 就是公元前146年 他把这一位平地 而且还用专的使用的 想从再也不能让他起来 就是因为他赔了款 他很快发达起来了 加特基战争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罗马人打你的理由就是 你不能复述 你复述的一让我眼馋 我去把你灭了 你要看看加特基战争 这份书文章很多很多 刚才讲不同的公民权 罗马公民权 拉丁公民权 然后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盟友的 这一切 对他的待遇不一样的 名义上是罗马的同盟者 实际上这是罗马同盟者属民 然后打仗的时候 盟友的主要任务是 盟友的任务是干什么 盟友的任务就是 你跟我一起 当发的战争的时候 我们一起联合起来打对方 这个是管用的 加特基战争 第二次加特基战争 汉尼巴加特基战争 打的罗马 就是那些盟友帮了忙 所以汉尼巴加特基战争 我们今天发现一个现象 伊朗跟沙特阿拉伯 终于建交了 终于和解了 你说他们俩有理由不和解吗 对吧 没理由我干嘛 我们俩都是 说实话个人条约都还不错 你也持有 我也持有 咱这 为啥 但为啥不能和解过去 大家想想 因为有的国家的政策就是 因为你的不和解 所以我能干预你 我能控制你 但中国不是这样 你们不打的话 我们就能做生意 这个精神带下 这不是嘴上说的 这是中国自古未来的 这种大宗精神 而人家是这个自古未来的战略 在人家这是战略 盟友政策是他一种战略 战略不是世界大宗 是为我的某种政治利益服务的 这是完全从根子上最大的不同 大家一定要说啊 这里面不带任何的偏见的 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 和告诉 同母者没有罗马公民权 不能专业 罗马政治活动和担任官职 也分布到罗马公民债品 但是为罗马庭府的准对啊 正如雪水随之 所以有的人叫独立嘛 独立不行呢 他就有其他东西啊 很多东西跟我们现在一样啊 好了我们讲这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呢简单说 西方呢有法治 有宗教 有法治有宗教 这个中国呢有理智 讲道德 法治呢是什么东西呢 犹太人认为啊 法律是上帝给我们的规范 我们要遵守 所以犹太人很重 重这个 这个法律规则啊 罗马人认为法律是我们之间的契约协定 对吧 所以一直后来呢 欧洲人都是 法律就是一种契约嘛 契约就是规定我的权利的 中国在历史上理解法律是管制手段 管制手段 所以汉初的假仪就讲一点讲仁智啊 一点讲礼仪啊 但是我知道法重要 可是法是人犯了错以后 你才去陈处他 我是希望他不去犯错 在犯错以前 因为他有了仁义理智 因为理智他就不犯错啊 他就不犯法啊 法是最后陈处手段 对吧 这个东西是孔子思想 导致正其之行 明免而无耻 明免而无耻 导致这个 这个什么 礼其之以什么什么什么 德 导致德其之以 明免而无耻 且格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这个 治理的思路不太一样 我想这除了传统的原因之外 体制的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大国的原因 中国这个历史啊 这大国 这汉朝的时候 这五千万人口 六千万人口 他都是编户欺民 祭祀上的 这个 这个海内街兄弟 而罗马这几千万人口 他是好多层次不一样的 他都不是一样的 对不同人有不同的规范 不同的法 这个后来更都是小的国家 那么我为什么讲这个宗教跟你讲上面 宗教是以天堂的诱惑 地狱的洞下 来让你要遵守善 对吧 康德就认为嘛 如果德道德福报 直接没有关联 我为什么守到道德呢 对吧 你看没道德人 非和尊堂 有道德人 一旦是鱼瓢尹 像是延灰那样 所以必须有上帝 上帝那个祸福人 科学领域可能不需要上帝 但是社会管理领域应给上帝 所以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嘛 今天有个上帝在那我遵循他 但是这个不能兑现啊 一定死后才兑现 生前兑现就穿帮了 所以呢你看 中国不是 中国是希望呢 张扬人内在的 不是恐惧 不是恐惧 他内在的善 用人与理智性 这个东西呢 来激励你 要讲人与 要遵守善 对吧 所以他也属于一个榜样 属于一个圣贤境界 来诱导你 来这个规范你 可是这个圣贤往往很难做到 榜样往往有一种 有一种这个这个这个 有一种后 有后来包装的成分 所以你就觉得他有点假 这个为什么我要 我要向那么高的人学习呢 你看 所以他的教化作用啊 是不如宗教的 但是当中国的文化只有独家一份的时候 这个东西你只有他 当我们接受西方以后 哎你发现这个问题来了 你发现这个问题来了 所谓 因为它是符合本性的 很容易会人接受 那用用你 用你用天堂诱惑你 用用用用用这个 这个地狱孔下你 你趋利避害 就自然 可是我们是要求你 要张扬这种正气 可是人的 人的本性 往往十色信仰 往往又在干扰你 所以你当你发现碰到这个时候 你只要求 那个自由 因为你没有它那些相关的体系 宗教和法治 你就是 你就是完不转了 你就会走向偏锋 因为那自由背后 一个有法治在那规范着你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宗教在约束着你 你不要眼看那个自由在那 它是有那两个东西在约束着 所以我就讲了 在不同的文化化 这个历史和传统中和现实当中 我们对这个它的作用 应该有一个 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然后在中西文明在互建 这个过程当中 来这个 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好了 我最后呢 这个还有一段 这个去讲政治 这个经济和这个 意识形态的特色的东西 这个我有文章我就不讲了 最后呢 我去想啊 这个几点 秦汉是中国古的历史模板 上乘下山之后三的历史成就 下起中国几年历史发展走势 古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还有基督教 还有希腊 它继承的是地中海世界 以及西亚文明成果 罗马 秦汉和罗马的差异 不仅是历史的 也是现实的 因为它传统一直以来 今天呢 我们的中国和这个 和我们中国这个 和世界 好了 我今天讲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